今天的中国文心,香港文心,就来到12月8日 今天是星期四,现在是凌晨 今天我看了一些视频,也有很多启发 所以想说,例如梁游事件,游慧晶梁重行的事件已经可以说是告一段落 我想说一件事,为什么我们民选的议员,这么低能? 选出来,坦白说,他们真的是国际笑话 香港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 为什么会选出两个这么低能的议员呢? 我们会选到一些议员 议员可以在立法会里面,因为有特权法,去扔招 大家看,不要理会真还是假 我们看别人开会,齐齐整整,大家在说话 台湾那些,他可以霸占了你的立法会 香港,黄毓民那些就跟着了 把那套黎智英跟着了,放入香港立法会 但他居然可以选出一些这样的议员出来 骂你的祖国都不得已 还阻止了立法会的进行 为什么我们会选出这么低能的议员出来 我们自己和中国的同胞聊天 坦白说,你真是醜 对不对? 就是为了这件事 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 为什么民选的议员,为何会这么低能呢? 简单说的就是,民选的理念本身是不正确的 由民主党到今时,都是说一件事 一人一票,全面直算 我想问一个问题 一人一票代表什么?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是否就是民主? 不是的 一人一票和民主没关系 两件事 什么是民主? 民主就是你要做市民想你做的事 你要做市民需要的事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事 那些人是不是做市民想要做的事? 是不是急市民所需? 你看到答案这么多年都不是 是不是? 什么功能组别 美国 台湾 选了什么人出来? 要么就容鹿无能 现在台湾 蔡英文也是民选出来的 但是现在你看到台湾的经济 是这样 他不搞台湾的经济 他非要跟... 他非要不搞 总之我就是不搞 对不对? 我的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就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告诉你旅游业 PK 对不对? 我去跟特朗普见面 搞一些小动作 对不对? 那这个一人一票有什么用? 一人一票 什么也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 一人一票 根本是跟民主一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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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票 害了我们很多年 民主党的理念 就是民主党的理念 为什么呢? 原因 看二三四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小学生考试 都有标准 选议员 选总统没有 没有requirement 得票最高的就是 对不对? 得票最高的就是 就是议员 得票最高代表什么? 第三已经说了 政党可以轻易操控选择 梁仲恒尤惠症 你们现在听这个视频的人 有多少人认识梁仲恒尤惠症 青年申政是什么东东 这两个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的票 是梁天琦的 为什么梁天琦的票 可以带给两个人 带得下的吗? 民主党的 我都不认识这个人 我怎么选 对不对? 你不要理他选中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叫民主吗? 那叫民选 不是 那就是政党选举 不是市民选举 第一 对不对? 第二就是选出来的人 都没有标准 因为政党不想他有标准 有标准他便选不到 对不对? 第二个筆势 第一个是 标准我们要说很长 但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选做议员也好 做总统也好 你最重要是为民服务 有哪一个议员 真的是路去问市民 你想我做什么? 他只是提出自己的观念 选择我的人就会认同 选择你的人也不知道你是谁怎么认同你 你去访问200个市民 写下他们想你做什么 你就知道他们想你做什么 其他人你不用做 就是这么简单 有多少个人这样做 没有 一个议员有什么道德标准 有什么学历的需求 有什么议会的知识需要 他的背景是怎么样 全部没有要求的 民选就行了 票数最多的人就赢 你以为跑步游泳吗 对不对 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对不对 第四就是100个选民 有100个选举理由 个个都是自己的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想 我只是想 我这个行业就不要被干预这么多 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选民 选民 有你自己的目的 不是围攻 是围师 选了出来的议员 他和你的议员 可能完全不同 他就是围师 他又不是围攻 简单说 梁家柳已经是 功能组别 我们不断点人数 为什么? 给你过了医改 那还得点? 但医改是否为了医生? 医改不是为医生 医改是为病人 对不对? 这就是文算 这就是功能组别 有屁用吗? 对不对 我们说的是为公 不是为私 大家可以回去想想 这些文算理念 怎会选到好的 总统出来 孟子说过一句 孟子不似人军 美国 你现在选特朗普出来 你觉得特朗普像不像一个做总统的人? 他像做生意 做总统不等于做生意 大佬 对不对? 一个领导人像谁?孙中山先生就像 他是为民服务 他不是为经济挂税 全球是经济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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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做生意 等于美国 我损害中国 我美国利益就上了 中国好些 防止你损害我 对不对? 欧洲也是一样 你中国强 我欧洲就弱 那我要弄到你中国弱 我欧洲就弱 这样的 有什么道德论亡? 即是不会win-win的 你看到有没有win-win situation 有什么win-win? 迫于无奈才是win-win situation 大部分就选人离己 香港就有样学样 即是现在这些 国民主派 就照搬过来 如果一个真正人军的领袖 怎会在辩论里面 不断说是不对 你选我 他不对 他做错事 这些说话是谁说的? 出口的 现在还不是 特朗普有欺负女性 吃女性的豆腐 为什么希拉莉这么说? 你选我 他衰 很简单 唱衰别人 让自己得益 这个不是撕裂的根源 香港就有样学样 就是这么简单 传媒为什么要唱衰这个人? 因为唱衰了我报纸的销量上升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 为什么那些议员 不搞这么多事情 因为怕自己被人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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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为什么搞事 为我们自己的泛民争取多些人支持 背后的金主要我这样做 是不是我要做事 就是 每个人都是为你 完全不为公 这个就是撕裂的根源 如果大家都想一下对方 我是不是一定要唱衰别人才做好自己 不是的 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唱衰别人 那有什么撕裂? 没有撕裂 是不是有些事情可以谈 不用谈 我就唱衰你 第四 选民要负责任 就是有些人说 喂 那不要紧 公平的 选民选过出来 他就负责了 选了陈水扁 那些贪争 不是选他 陈水扁 那些选民要负责 这是废话 我没有选他 但是我要承担他的后果 我也没有选他 对我不是不公平 有多少人选陈水扁 大部分人都不是选陈水扁 但是他要承受 他带来的和害 这个和废话有什么分别 是要改制制度 是不是 还有一个 我觉得最离谱的 香港 很多地方 有样学样 四年一转 转什么 现在你看看 奥巴马 特朗普和特朗普 根本是两个党派两个人做事 四年转一转 这样的转 怎么办 国家的政策 180度扭转 没得做 内阁全部都换了 政党换了 路线换了 不是 你现在在开船 你不是在开电单车 怎么转 对于美国的市民来说 是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 是吧 我们要不断行好的政策 不断微调我们的政策 然后 持续下去 不断监察去改 就不是撞彩色 我撞到这个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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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s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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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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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一句,要国富文强的话,就以教育为先 如果教育做得好,根本就不会出现梁重行、尤伟正 他们是读到大学毕业的 香港最高的学府,名牌大学,是可以做这么低能的东西 你可想而知,现在的教育有多差? 不可见多余回家睡觉,不可见识鬼教育 这个人可以做教育局长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要做教育局长是有一个标准 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他做了多久的教育,他的理念是什么 符不符合现在需要的东西,不是,你做吧,怎么办 以前的中国应该说,视龙工商,视是读书人的意思 读书人不是现在读的那些书,现在读的那些书是教你赚钱 教你做事,不是教你做人,道德全部都没有了 攻击他,攻击他就对了,现在的那些大部分的撕裂来源都是因为 你美国也是这样,英国也是这样,我要辩论,我要抢衰你,抢衰你 抢衰你为什么?让我自己赢 这个就是茉莎的乐园 孙中山会不会抢衰人家? 对不对? 是其是非其非,对不对? 是其是非其非就是这么简单 视龙工商商排在最后,商人赚钱排在最后 因为赚钱大部分都是选人利己的,大部分不是全部 现在就真的全部了 你看欧美和中国就已经是选人,你弱我强 所以为什么中国以前就用视龙工商呢? 因为起码一件事,你最少都有道德 你没有这件事,社会就撕裂了 现在就这样 如果香港再不改这些制度 坦白说,香港没有运行的 你只有一件事,就像现在这样 喂,阿爷,设法吧 人是不自律的 因为你没有教育,他就不自律 我用高压手段 什么叫高压手段? 简单说句 你不行的,我就取消你资格 他就为了个议席去跪下 不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不对 中国改革开放了之后 引入了美国的思想 一样是 要用高压手段 而不是用教育 令人知道什么叫伦理 不是,是因为我怕犯法 所以我不做 而不是我自己知道有些东西我不可以做 我现在要唱衰的人 令我得益 那我就算到了 美国就去 欧洲就去 如果香港仍然走回这个制度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选出来的议员 一代不如一代 一下就不如一鞋 这个跟年纪是没关系的 是我们的制度本身有问题 如果 香港再不改这些制度 所谓议员制度 所谓政府官员制度 坦白说,香港真的没有运行的 好,今天就多谢大家收看这个视频 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